我聽說你是有報名參加《星夢傳奇》 在面試的時候,Chantelle和她的爸爸坐在旁邊 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歡迎大家回到歌唱小教室 今天大家看到我身邊有兩位非常年輕的朋友 他們是Apple和Sophia 兩位是來自A Music的歌手 今天很高興請到你們來我們的節目 因為你們可以幫我們節目拉低下這個平均的年齡 你們先跟觀眾打聲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Lap的Apple Hello,大家好,我是Sophia,我是Kel 今次請到Sophia和Apple來 就是有一些很潛漆的問題要問問你們 不如這樣吧,我們有些簡單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你們年紀很小,16歲 你們是用了什麼途徑去成為歌手的呢? 有些想試一下嗎? 因為呢? 那時候參加了學校的音樂內容 有同學錄了,然後放了上Youtube 很幸運地爆紅了 很多人看了 之後有些觀眾就傳了Demo給公司 我很幸運給他們上認識到 然後他們就DM我,然後就簽了 OK,Sophia呢?你是怎樣?你的經理 我是經由唱歌的路線介紹給你音樂 那時候我聽到之後,我是整個人有經由戲 是沒有想過會發生這件事 覺得很開心會飛上天 我也很感激音樂法的組 同時也很感激他們給了這個舞台 給了這個機會我去發展自己的所長 你有沒有覺得他像在那些頒獎典禮 有人拿著獎呢? 對,我很感謝公司,很感謝媽媽,很感謝爸爸 你是已經背好這些稿了 好笑的感覺 我不是背的 但OK的,這個我覺得是要有這樣的態度 是歌手來的 OK,好了 我知道在Youtube的觀眾 都有很多人在上位歌手 包括我這樣,我也很想做歌手 能不能別想再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做歌手的話 其實不要放棄每一個機會 即是說,有時候可能真的發展一個釘模 可能公司會覺得,你有潛質 那就真的有這樣的機會了 所以真的不要怕自己不行 那你們懂得做 對啦 趕快傳給A-Music 知道嗎? 那說不定下一個就是你了 OK 好了,那我們這些熱身問題問完了 我想知道 你們身邊的人 知得知你們成為歌手之後 有沒有 對你的態度突然間不同了 本來欺負你 然後對你很攻擊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他們就覺得挺驚喜 即是我前幾個月還在籌備活動 之後要溫習 做功課之類的 無端端搖身一變就變成歌手 他們是驚喜的 而且都很鼓勵我的 啊,OK Sophia,你呢? 你是怎樣? 我其實沒怎樣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但是比較熟悉的一、兩個人 還有一些老師知道了 其實他們都替我開心 還有支持我的 然後看完我的一刻 就覺得整件事很搞笑 是,即是大部分身邊的人 其實都是比較正面一點 是嗎? 嗯,OK,OK 好,那我想問一下 這樣的年紀 其實本身是否沒想過要做歌手呢? 即是真是一個意外 我之前是有想過做歌手的 但沒想過會這麼快 即是可能是十八歲之後 讀完書之後 就可能入這一行 嗯,你都是不是 即是沒想過其實這麼早 我其實沒怎麼想過 因為我以前是玩一些唱歌比賽 是 然後也都覺得這件事是一個興趣 但是後來有這個機會之後 我覺得可以藉著這個舞台 可以讓我自己發揮更加多的 充滿正能量的歌 可以給大家 嗯,好啊 我看到你們現在的態度都是 喂,我既然做了 我就盡量做好它 是嗎?非常好 OK,那現在好了 問一些難答一點的問題 你知道嗎? 上年2021年 出了很多一些女歌手的音樂 其實跟你們的年紀是差不多的 你們覺得 在這個世代 有這麼多一些新血進來 你們在樂壇裡面 那個優勝的地方可能會在哪裡呢? 我看完之後是覺得 其實是好事 即是你想想 我彈多了這麼多心力棍 那大家就可以聽到更多不同的作品 因為都不需要 只是很死板的 只聽著一個人唱歌 可以聽到這麼多人唱歌 好事 嗯,OK 好了 你們是不是還在讀書? 嗯 我想問一下 你們怎樣兼顧讀書 和唱歌這件事 我相信很多觀眾會想問這件事 時間管理這件事就是很重要 還有唱歌這件事是個不錯的課員活動 又可以放鬆心情 又可以你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 嗯 時間管理大師 好了 你們公司其實都很鼓勵你們繼續讀書 然後不要放棄這件事 然後另外一邊可以繼續做音樂 是吧? 我覺得最好是這樣 因為我在上一條影片都說過 我知道有一些情況是 可能公司會拿你所有的時間 或者摸自己的私人時間 我覺得這樣就有點可惜 所以這樣的平衡我也替你們開心 我問一個也不知道算不算搞笑的問題 你們公司呢 之前有很多一些藝人 例如你師姐、JC 其實一直都沒有露面 然後你們出那件事 你是我的病 好像也有個慣例 不出樣子 是一個通事傳說 還是契公司的政策 其實我真的想知道 其實我覺得公司是想被慶重 即是專注於我們的聲線 多於我們的外貌 我同意 其實我們沒有露面 你看我們現在上來了 和大家說Hello 好像小組討論一樣 同不同意這位同學的說法 同意 A同學B同學的說法 其實公司沒有特別的政策 純粹就是剛好而已 嗯 期待你們之後可以再公司 我覺得這段影片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讓大家知道 其實有一個真人在這裡 而不是虛擬的 OK 非常好 來到最重要的這一部分 我知道你們各自有出了新歌 但聽說 你們手道合作會唱一首歌 叫你夢我想 在這個時候已經出了街 我想知道這首歌其實是一個什麼的構思 去令到你們一起合唱 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接觸 其實這首歌就是我們想為DSE 就是鼓勵的 就是可能他們考完DSE之後 覺得有點迷惘 就是不知道要做什麼好 就是我們就鼓勵他們去追夢 勇敢去追夢 嗯 OK OK 你們考了DSE沒有 沒有 我們準備經歷 是 那我告訴你 下年這個時候 麻煩你們自己聽著自己的歌 然後考一些東西 每天聽 對 那不差再啦 不如你們現在唱幾句來聽一下 我也很想聽你們的現場唱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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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可以繼續努力增一個席位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